众所周知,娱乐圈可是帅哥美女云集的地方,有很多明星艺人不光是颜值高,而且身材也都非常好,像杨幂、杨颖和唐嫣就是如此,而说起唐嫣,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,毕竟唐嫣现在可是娱乐圈中当红的艺人小花之一,不管是人气还是热度都非常高,她成长得很是自信和开朗,所以人送外号堂堂。 出道至今唐嫣也出演了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,塑造了许多经典的荧幕形象,凭借其精湛的演技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,尤其是在《仙剑奇侠传》三中饰演的精力沧桑的痴情女子子萱一角,直到如今也一直是时常被提起的经典角色,也因为这部剧让她从此心路畅通无阻,更是荣获精英女神的称号,声音上一直大红大紫,大家都知道唐嫣的颜值非常的高,并且有着妖娆的身材,现在也不断地参加综艺节目。 使她的人气剧增,而对于唐嫣来讲,现如今的她也可以说是爱情事业双丰收,与罗靖的结合被誉为佳化,可以说是真正的人生赢家了,唐嫣的性格比较随和,而罗靖也不怎么追名逐利,所以二人是通过拍戏成为朋友后,私底下的接触也比较多,正是因为他们的性格,所以在他们不工作时也有很多话题可以聊,时间越久,二人接触的就越多,最终走到了一起。 后来两人在2018年宣布了婚讯,比起其他同为演艺圈内明星朋友们在感情面前的轰轰烈烈,唐嫣和罗靖之间更像是细水长流,在默默无闻中两人从相识相恋走向了结婚,而自从官宣结婚之后,夫妻俩也是极其低调,不过在两个人出席活动的时候,可以看得出来罗靖还是非常懂得照顾唐嫣的, 看起来两人也是非常的般配,脸上时常露出幸福的笑容,如今夫妻俩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同时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加完美,处处都充满了甜蜜,让众多人都羡慕不已,了解罗靖的都知道,他在娱乐圈中发展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,有很多的作品,让不少人也是特别的喜欢罗靖,更是把他当作自己心目中的男神。 不仅如此,罗靖本人给我们的感觉也是属于皮帅的类型,他一直都是很低调的一个人,但是他也是真的很有眼睛实力的。 而罗靖唐嫣的夫妻相处模式与绝大部分人一样,婚后收入都有老婆掌管,早前罗靖跟唐嫣在参加某档节目时,就曾分享了一件趋势,那时候罗靖的好友到上海来玩耍,而作为东道主的罗靖,便主动邀请好友们出去吃大餐,然而在罗靖打算去前台买单时, 才发现卡里没有钱了,这让罗靖很是纳闷,因为明明已经提前跟老婆唐嫣抱贝过了,卡里应该是有足够的钱买单才对,于是罗靖就打电话找唐嫣要钱去,怎料忘记关免提,通话内容简直太搞笑了,只见唐嫣在我了一生之后,说到我昨晚忘记转钱了,不得不说,婚后的罗靖也是成为了一名实打实的气管炎了啊。 最后祝愿这两人能够恩爱长久,也希望两人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利,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,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。